人们都说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久了,那里就成了第二故乡。 这样说来,我觉得中国就是我第二故乡。 那你们也许会问,我一直都有像现在这样有家的感觉吗? 好,下面来听听我把他乡做故乡的故事吧。 大家好,我叫Darkley的,来自俄罗斯的新西伯利亚。 2006年初,才四个月大的我跟父母搬到了中国的广州市。 从那时候,我一直都生活在这个城市,与中国和这个美丽的城市结下了不洁之缘。 现在我认为广州就是我的家乡。 两岁时,家里来了一位中国阿姨,白天由她照顾我。 因为她不会说俄语,所以只能用汉语跟我交流。 当然,一开始我什么都听不懂,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我慢慢学会了一些汉语词, 会说一些简单的汉语。 后来,我开始能够听懂她跟我说的事。 再后来,我也开始能说这种神奇的语言了。 现在,大家可能会觉得,哦,达里亚懂中文,跟别人交流没问题。 她肯定能够有很多中国朋友,能完全融入中国社会。 很可惜,实际情况并没有那么美好。 两个人之间要成为好朋友,除了解决语言沟通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他们必须互相理解。 父母是在俄罗斯文化的宣陶下长大的。 我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在他们的教导和影响下耳濡目染。 生活中也许充满了俄罗斯的文化所有的元素。 我的心态和俄罗斯人一样,常常对中国人所想的事情,所做的行动感到难以读解。 此如,我很困惑,为什么一些中国男人夏天走在路上的时候, 把T恤卷到肚子上面,还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做北京比基尼。 又此如,中国人为什么那么喜欢喝热水,吃饭的时候喝,聊天的时候也喝, 甚至他们在夏天也喝热水,不是喝冷饮。 终于有一天,我不想再继续当陌生人了。 我开始向中国朋友提问,询问他们的生活习惯,了解中国人的家庭传统习俗。 朋友们会很高兴地跟我说他们的一些日常趣事, 像如何跟家人一起过春节、中秋节等中国的传统节日。 中国人的人情、事故和礼商往来,我总是听得津津有味。 从朋友那里,我知道了许多和中国文化有关的趣闻趣事。 我的阿姨也会不时地给我们做一些不同的中国菜,让我们平常。 我最喜欢的是阿姨最拿手的猪肉玉米饺子。 在学校上汉语课时,我们也会学习一些跟中国有关的文章。 比如,中国人早餐吃油条时,为什么要蘸着豆浆? 清明节中国人会怎么过? 渐渐地我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中国,我更好地了解了中国人,陌生感也慢慢地减少了。 我慢慢长大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更加细致深入地观察我周围的世界。 在学校里,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思想也更加成熟了。 我对中国认识的困惑和已经在不断接受中华文化的过程中转变成了理解。 我了解了中国传统节日的习宿和华侠永久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 我知道了中国人的一些日常习惯,比如夏天喝热水,里云喊着的科学道理。 我与中国的关系又加深到了一个我之前不知道的深度。 现在我是深圳别里莫斯科大学的本科生。 我每天都会接触中国人,不断地了解他们的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 我感到非常幸运,我已经不是以前的陌生人了。 不知不觉,我这个陌生人成了自家人。 不知不觉,我这个陌生人成了自家人,不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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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